桌遊店 桌遊店原是民眾休閒的好選擇 因為疫情 民眾也降低了出門活動的頻率 疫情指揮中心 於日前發布新的疫苗規範 桌遊店也屬於規範的24類場所 工作人員需接種第三劑才能活動 因為現在疫情就是人會比較少 因為大家可能會在隔離或者是不敢來 業者為增加客流量更改以往作風 不再是顧客主動尋找店家遊玩 而是業者透過網路桌遊社團 主動尋找對特定遊戲有興趣的玩家前往遊玩 部分業者也會與知名網路手遊相互宣傳 提高曝光度 我們大部分都會在狼人殺網路的社團 去找有興趣的玩家 或是我們會跟天黑情編 就是線上的狼人殺APP合作 我覺得其實面對面玩狼人殺比 在桌遊店玩一些其他普通的桌遊更生動 然後也更有互動性 為提升民眾前往醫院 業者也引進了APP互動式桌遊 除了提升遊戲的趣味性外 也可以透過APP教學 減少接觸以及人力資源 它可以結合APP的那些桌遊 因為它是需要上帝的去講那些台詞 所以就可以減少一些人的接觸 人們與病毒逐漸走向共存 各行業也需要在疫情下維持生計 未來不管疫情走向如何 業者只盼望疫情能夠好轉 讓桌遊店恢復以往生氣 記者劉詩婷 胡謙謙採訪報導 第一 強盜 請閉上